年轻的时候喜欢收集邮票 股钱币 当时被认为不恰当 说当学生的就应该要认真读书 不要分心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因为有这些习惯 有这些嗜好 才使我们可以避开很多危险 譬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到处旅游 到意大利去 到欧洲去 到美国 结果到中国大陆 结果你看得了一身病 最糟糕的是感染武汉肺炎 那武汉肺炎会死人的 但是你如果说从小就养成 收集钱币 收集邮票的这些习惯的话 这些嗜好的话 那你闲闲没事 你就在家 翻开你的集邮册 翻开你的钱币册来欣赏 对不对 那你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你看 现在来看看我以前收藏的钱币 这些钱币啊 大部分都是在十几年前 学生时代 去跳蚤市场买的 当时很多商人呢 他们去中国大陆游玩的时候 就会去收购这些古董 当时因为中国大陆还没有改革 还没有改革开放嘛 那他们还普遍很贫穷 所以呢 就会把家里的一些鸭箱宝 拿出来卖 那有很多钱币就这样流到市面上 你如果运气好的话 搞不好可以买到真品哦 当然啊 现在你要买到真正的银币 几乎不大可能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经济起飞了嘛 他们自己会 他们自己会收购这些钱币 而且现在广袤技术也很多 那我以前买到的 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呢 我就去下载大英博物馆 所收藏的这一枚啊 来互相比较 跟我的来比较 你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质机啊 看看我这一枚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重量啊 36.67公克 上海一两 这个上海呢 不是不是地名哈 这个上海是重量单位 因为当时 当时的上海是国际的商业大都市嘛 所以说上海那边所用的单位呢 就被外国人呢 用来当作基本的重量单位 那上海那边用的一两呢 是36.667公克 所以这枚硬币呢 上海一两就是36.667公克 这一枚硬币是在香港的造币厂制造的 所以这一枚不是上海的银币啊 是香港的银币 但后来为什么这一枚会变得很很珍贵呢 这样一枚哦 现在的拍卖价啊 就要一千万台币哦 如果是真的话啦 就一千万台币 为什么会这么珍贵 因为后来那个香港造币厂呢 他做好这个样本以后呢 就希望呢 这个中国满清政府呢 能够满意 但中国的满清政府呢 当时已经快要倒台了嘛 他并不关心这个 那后来这个香港造币厂呢 就破产了 破产他把整个造币厂就卖给 卖给那个日本日本的大阪银行 那所以他造好的少数很少数量的上海一两呢 就变成说很稀有珍贵的银币 好那来看看呢 我这一枚到底是 真的还假的 感觉上啦 你看这个一啊 这 这是我的 啊 这是 大英博物馆的 这个一啊 很像 然后这个龙啊 不要放大好了 我来看这个海字啊 几乎一样啊 两 感觉上也一样啊 然后这些 柔的花纹啊 好像也一样啊 看不出来 有什么差别 假如说我这一枚是真的画 哇 那不得了啦 一千万台币耶 但我想不大可能吧 但也有可能啦 因为十几年前那个时候 的确有可能在跳蚤市场买到珍品了 好再来看这个啊 袁世凯 这个五角啊 这个是大青的哦 大青银币 哇 这个也很漂亮 有没有 如果说 这个是假的话 那个造假的人也太厉害了 而且 而且也 你如果这个是假的话 你看他要制造这个雕板 他要做这个雕刻板 成本一定要很高耶 你看 但连那个零片什么都 都要有 要做的这样 栩栩如生 那也要是 雕刻高手才有办法吧 哦 但听说啦 现在假的银币有很多 哦 因为 你如果说 骗真的 做到如假包真的话 能够骗骗人的话 哦 动不动就可以骗个几百万耶 因为银币都很贵啊 好 这个哦 这个是 行献纪念币啊 这个 这是什么旗 这个是中华民国陆军旗 早年的啦 然后这个是早年的中华民国国旗 五色旗 哦 五色旗 红 黄 红 黄 白 南 红 黄 南 白 黑 红 黄 南 白 黑 哦 那后来 这个五色旗呢 就被换掉 中华民国国旗就换成 海军 军旗 海军 军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哦 那你看这这一幻啊 是不是命运就改变了 现在中华民国是不是 变成在台湾 那台湾 就是所谓的 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嘛 因为台湾四周都是大海嘛 那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旗 民府其实是海军的军旗呢 哦 那如果当初 换 陆军军旗当中华民国国旗 那是不是有可能中国大陆就不会丢 哦 这个陆军军旗啊 这个有九个尖尖的哦 象征九州嘛 好 哦 你看 这个 这个应该是刚刚那个大清帝国银币啦 哦 你看 这个我也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 只是觉得说 如果是假的话也太不可思议了 你 你要花多少功夫啊 你才能够把这个 这个 雕刻的如此 如此之精细啊 你看那铃片什么都 那么小的铃片他都可以把它雕刻出来哎 你看 哦 你说这个要造假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哦 感觉好像是真的啦 哦 当然啦 这个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每一枚都是 都是千万以上啊 有这么有这么幸运可以买到 真的吗 哦 不一定啦 哦 反正 只是 看漂亮了 欣赏了 哦 好 再来 胡椒 哦 这个袁世凯 哇 这个就 看起来有点像那个恐怖片有没有 好 好像那个怪叔叔啊 哇 他挂满的勋章哎 啊 猴 跟老鼠 猴跟老鼠 为什么是猴跟老鼠 因为在命理学学上呢 生子成三合 所谓生就是猴嘛 子就是老鼠 成呢 就是龙 他的意思就是说 生子成三合呢 生肖属龙的 属猴的 属蛇的 这三种人呢 如果 合作 来 发展事业啊 就一定 比较容易成功 因为 他们是生子成三合 啊 无往不利 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呢 会特别的强大 好 那 那 目前呢 这个雕像没有龙 只有 猴跟老鼠 这样啊 也是象征大富大贵 这个雕塑瓶呢 它是里面是铁 然后外面是铜片 铜片把它贴上去的 好 这外面这个是铜哦 但 它不是整支都是都是铜 它是铜皮包铁 好 所以 所以说年代如果久了 它这个胶 胶水啊 失效的话 这外面的铜皮 会掉下来啊 好 这个是我网路上下载大英博物馆的 刚刚那个上海一两的 的相片啊 为了要比较 比较对照看看说 我的跟这个真的有没有什么差别 啊 这是我买的一把飞刀哦 啊 这是黄金啊 哎呦 啊 这个是日本 主播 博览会的邮票 哇 这个两块 哦 这个很漂亮啊 这张邮票很漂亮 啊 这个是 啊 啊 啊 早年啊 早年 这个 国民政府 这个 把全国十万户 大地主的土地 用耕泽有其田的强制没收 消灭了 消灭了 这个 大概六十万的大地主人口 把他们的财产抢来以后 啊 部分啊 部分 发给 电容 哦 那 大肆 宣传啊 说 说台湾 钱烟角木啊 那些钱 其实都是 都是 抢那个 大地主的财产以后 所转化而来的五兆台币 哦 那个时候台湾真的是到处都是钱啊 啊 然后 国民政府就到外省人就到处宣传 你看 就一直在这种这一类的邮票很多哦 哦 都是农民 你看快快乐乐 啊 那 耕田 这样 快快乐乐的耕田 啊 从来 当然不会去说被被抢夺财产的那些大地主 很多都是上吊自杀 哦 那 这个 大地主 因为财产被抢夺以后 这个 御主啊 御闷啊 都得癌症啊 得癌症病死 或者上吊自杀 啊 他们的太太 就沦落乞丐 或者变成那个妓女 啊 啊 或者 或者怎样 那个 西 幼 幼子 幼女啊 然后带着一起去跳河自杀 或跳楼自杀 哦 上吊自杀 都有很多啦 就这样60万的大地主家庭就被 毁灭啊 听说啦 那些 变成 拿到土地的殿农呢 后来 土 农地变成建地 变成大富翁 所谓的田桥子呢 啊 厂长去这些田桥子呢 就是殿农 欢声的 富翁啊 就 穿拖鞋啊 穿假脚拖啊 绝 绝冰朗抽烟 然后去开杂坡 结果竟然 竟然在那个 酒店啊 遇到 以前的大地主的夫人啊 也就是他的老板娘啊 他就说 这个 殿农啊 譬如说 殿农 马阿九就去开杂坡 没想到 来的竟然是他以前的老板娘啊 这个马阿九 哎呦 老闆娘 你太在这 啊 啊 不要脱不要脱 不要脱 钱给你 钱给你啊 啊 然后就就跑掉了嘛 阿九 不敢不敢碎那个老板娘嘛 就钱丢丢着就跑了 啊 听说以前这种事很多啦 啊 那那个老板娘呢 遇到以前自己的殿农 然后觉得很羞愧啊 这个 当晚就上吊自杀 自杀在那个 妓女院或舞厅啊 听说以前很多啦 好 哇 这张邮票也很漂亮哈 地球 然后台湾有没有 台湾 金门马祖 好 这个是 呃 清朝乾隆皇帝 请那个 意大利的画家 郎士林 所画的 十俊全 哇 意大利 你看现在 现在啊 这个 武汉病毒 哦 相当严重了 在意大利 其实 意大利 早在清朝的时候 啊 就跟中国走得很近啊 哦 你看这 他他画的 熬犬 哦 然后这 这一只啊 很像渡兵犬 但应该不是啦 哦 三百年前 应该还没有渡兵犬 哦 这个 这一 这一只啊 乾隆皇帝 他给他取个名 叫做 墨玉梨啊 啊 这一只叫 苍梨啊 哦 名字 取得很好听 啊 名人出井图 啊 这是 名神中啊 要 出皇宫去 祭拜 祭拜祖先的时候 文武 文武百官啊 这个 玉林军 玉林军呢 啊 必须啊 去 开 开路 哦 然后你看 这个 骑快 骑着快马 拿着 拿着骑子啊 啊 沿路大吼 啊 皇帝来了 皇帝来了 赶快 闪避啊 先杂人等啊 赶快闪避啊 好 航空邮票 台南赤坎楼 啊 两只鸽子 啊 以前的人都是用鸽子来 送信的嘛 好 哦 三只 三只 啊 F-84 战斗机 哦 从这个台北中山桥上面飞过去 哦 以前这个F-84呢 是我们 空军呢 很棒的飞机啊 跟那个中国共共产党的米格15啊 曾经在空中呢 残斗战斗了好几次啊 你看我刚刚说的国民党早年啊 因为这个把把大地大地主呢 六十万人六十万人十万户呢 这个抢夺财产了以后啊就老是在吹嘘 说这个土地改革多么棒多么棒 你看这个这个也是当时所发行的邮票 你看农农村妇女啊 这么高兴啊 这么 这儿挪多姿啊 在收获啊 哦 啊 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哦 然后农会里面也有这个事件会啊 说这个事件会就是要把农村青年的手脑身心呢 把把他们的手脑身身心呢 用得呢 这个像智障一样啊 所以成立这个事件会 哦 哦哦 你看这个好像在预言啊 啊 你看 是不是武汉病毒肆虐 哦 然后中国大陆呢 这个小姐啊 这么儿挪多姿的小姐 你看 拿 没有口罩 他们口罩都没有 口罩齐缺 然后拿一块手帕呢 就这样 污着 结果呢 这样当然效果不好 你看他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跌坐在地啊 等一下没办法 可能 过不久他就躺下来 躺下来 两脚开开 啊 好 然后你看 哇 这个 武汉封城啊 大家都想逃出来啊 哦 武汉病毒肆虐啊 大家都想逃出来 想从中国大陆 逃来台湾啊 这像不像那个 武汉的台商 想要西家带券要逃来台湾 哦 哎呦 你看这个长得 长得很像秋毅耶 啊 这个好像在说 秋毅是外省人嘛 他爸爸当年背着他 哦 从大陆逃来台湾 哦 很像哦 这这套油票根本就是预言啊 而且你看这个还还八脚哎 像像像像像像像铝铝布的铝 啊 八字魔魔咒啊 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